您是喜欢被叫政委还是叫副局 我都不知道 因为这是网民 他大概写的绰号 无所谓了 因为我的永远的本质身份就是老师 我给您解释一下 网民写的绰号是叫战乎局 战乎局这个全称 战略忽悠局 是这意思吗 你怎么看战乎局 政委 最早是一句张局作 张大叔的那个 他们那帮粉丝忽悠起来 因为我们说的比较多 然后呢经常说错 特别是张局作 说得特别错 但是从常识段看来 好像他说的又有点符合国家利益 所以大家就觉得有个战乎局 战略忽悠局 这是网上骂我 张大叔将军 他有时候做节目会拉我去 因为我老在一块做 大家以为我们搭档的 就不用我们这个电视台记者请 局作说走 我们一起去上这个节目去 他做节目多 大家还是以他为主的 然后就是他也会问问他 有时候他喜欢跟谁搭档 有时候他就叫上我 平时你俩经常一起喝茶吗 很少很少 其实这位 这位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